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透过我们之前对打的结果就是你的kinetic energy可以写成大概像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 这个东西是直接把那个F给它做 你怎么说 就是你直接把它的波函数给它做那一期 照顺序这样下去 然后你把它沿着两个坐标积分下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矩阵圆 那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算粒子态的形式都可以写成这样子 可是前面这个TIJ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把那个146A写成像这样的形式 你是要对每一个动能加起来才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因为我们之前用到的是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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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等于Sigma 你注意到这边是Stand over所有的Alpha 那所以说你现在你的那个大T就是你总动能 会等于T1加T2一直加下去 那当你T1的时候 T1代表说它只会对那个第一个下标为一的所有限量空间去作用 所以说当你这个Alpha 你当你把那个T的左右两边 大T的左右两边夹这个 夹这个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它在那个Fox Space上面会是 会是Identity 所以你这样左右夹包夹的时候 只有下标是1的时候 这个P1才会作用下去 如果下标是2的话 它就不会作用下去 所以你单一个作用下去 你是写不出像我们那个漂亮的形式 那你要把全部的每一个mechanical的动能 就是你要把大T 大T丢到这个东西里面去 你就用左右两边都 大T的两边都用这个报纸 这样它才会每一个Alpha都会作用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1-46A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 那它已经可以所有的动能 每一颗粒子的动能去做 你就总动能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类似的你总动能 总位能可以写成1-46B 1-46B的这个形式 那我们之前呢 在做那个 harmonic chain的量子化的时候 它也是总动能可以 最后可以写成 类似这样的形式 所以对单一粒子的动能是不可以写成 与其说是不能写成 不如说是 或者说是直接用我们的方法 就没办法 那我们不确定说要写成什么样的形式 那有一个烂方法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假装对任何一个operator 我们可以 用这种取巧的方法把它导出来 就是假装你这边东西 你想要知道它的矩阵源是这样这样 然后 ag 这样 然后上 over ag 然后呢你就注意到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你就把这个写成 你这个这个 你就把这个写成 公开 然后你 你就把这个写成 ag 然后呢你这个地方就是矩阵源而已 所以就把它写成tij tij 那这个东西是矩阵源 那你现在发现 你这边有真空态法 你就把真空态擦掉 那这个当然是不眼睛的导法 那就导致我们一模一样的设置 那这个是 这个是乱导一通 这个没有逻辑上的依据 那你 现在你对 总的全部的总动能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上面的形式 那我们注意到 我们现在定义fier output 之后呢 我们可以导出fier output的所有性质 就如同我们实验说的 kinetic energy可以写成很像这样的形式 那这样的形式的话呢 你 你注意到那个 你现在是原本 ai和aj都是在外面 你把它放到几分里面去 然后跟这个东西连起来 跟每一个 跟每一个波环数连起来 那它就变成 然后你还要再做一次 那个中部几分 然后它就变成 像这样的形式 那这样子呢 在历史上的人就好像说 历史上的人就觉得说 好像是直接把那个古典的古典 古典就是 虽然我们还没谈虽然的 虽然的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把一个古典的解 变成 变成一个operator的形式 所以他们历史上把它叫做第二次的量子化 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在现在的观点看来 其实第二次量子化 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量子化 就是像这样 这个结果并不是 并不是像这者量子化一样 必须要被强加功力 被一系列的功力给说给定 那第二次量子化 它实际上 与其说是 与其说是量子化 还不如说是一个处理多体问题的方法之一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你处理多体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用第二次量子化 其实其实不一定 你可以全部都用波函数的语言 然后你全部都用位置表现 那就跟我们平常 平常在处理 处理那个普通的hematonium的时候 把它写成 写成像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然后再加上 你直接把它写成位置表现 那如果你真的解出来 那也不是不行 但是通常这个 这个就是practical 是不可行的 但是在历史上有一些 非常少的例子 说 其实 其实如果你用 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发行 其实是来 来自于直接解剥函数 不是用 用二次量子化的方法 也就是 一个有名的例子 就是loring 它最有名是关于 那个fraction 就是分数阶的量子 或效应 那这个东西它 它是借由拆一个拨函数 把它拆出来 还有 这个 所谓bet answers 这个就是借由去 它就是bet 它 它拆了一个 拆了一个多体例子 拨函数的一个集 它拆了解的具体形式 就是 那这个东西在数学物理上面 有 有趣的 有趣的内涵 那这个 我不能说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 我要说的是 历史上他们是 反而直接去考虑 那个多体的工函数 会比较 比较有用 所以说 所以说 首先 正值量子化 是不是建构一个量子理论 必备的 逻辑上必须的 但是正值量子化 不是 因为你可以 你可以通领得到一个很重点 你剩下所有的结果都可以 你所有的时间演化 都可以由Hemintonia来决定 而呢 量子力学的功力完全保证了 所有物理系统可以预测到的现象 你不必 藉由任何古典力学的argument 但是你 如果你建立了 如果你用公理化的方法去建立了 量子力学或者量子场论 那你就必须想办法证明说 它在古典的极限下面 会趋近于古典力学的结果 那 第二次量子的话 再处理多体问题 是不是必备的 也不是逻辑上必备的 可是是practically必备的 你可以完全的在其他的表现之下 去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通常 如果你要用Stat Determine去操作任何东西 都是不得了的繁琐 所以这件事情practically是不可行的 所以通常仍然要把它写成二次量子化的形式 如果你定义了二次量子化的形式 也就是说你从大粒子态出发 一个一个的去建构任何反对称或者对称的粒子态 然后藉由定义 注意到这边的annulation和creation 只不过是定义而已 虽然历史上呢 我们是先做正子量子化之后 然后呢 再把fy跟py去做 有复理的展开 那去判断说它会满足 我写的交换 它会变成 假装它基底是up好了 然后 然后再加一个阐述 那cc就是coverage 或者叫hyper 叫emissioncoverage 就是写成hc 然后我们在abuse 我们的attention 我们写成cc 那a 然后如果是三尾就是第三p 那通常 你如果把它写成像这样 然后呢 你去藉由by跟py的那个equal time 那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ap 还有ap dagger跟ap的交换关系 这是历史上得到的结果 可是呢我们现在呢 反而是从 从二次量子化出发 把二次量子化呢 当作公理 我们藉由一步一步的去构造整个focus space 然后呢藉由定义creation跟annihilation 接着在这个地方呢 你这个产fiat operator 以及你的动量fiat 动量的operator 这两个东西呢 都必须视为是just merely definition 他们只不过是来自于 你定义完二次量子化之后呢 你再从你再用二次量子化的算符 去定义产算符 那在这个地方产算符 就只不过是定义而已 那呢它必须被视为是一个 它它它必须被视为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去处理stat 而不是它本身有什么 有什么 物理上的产的这个意义 虽然它它里面有x这个这个指标 可是它这个指标的意思是 第几个产算符 所以你到时候产算符 它是跟它是会跟那个x有关的 但是那个x不同的时候 是代表它它那个产算符里面 内部参数不同 而不是它是一个物理的产分 不在整个空间 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那到时候我们再算算算上色正符的时候 会会非常有用 所以你会发现形式上真的很像是直接把古典结果 直接把它全部加帽子就变成量子多体的版本 然后对于那个位能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phi的一个乘以phi 在古典的时候就是phi bar乘以phi 那它就是密度 就是几率密度 那么你再乘以u 就等于好像会得到平均的位能 那可是呢 虽然这些看起来是如此的 如此的形式上的相似 可是它们必须被视为是导出结果 而不是经由什么第二次量子 那现在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进行第二次 在定义产算符的时候 我们这个np也就是 你这个np不一定要有那个np 就是你一定有的e 但是问题是你希望你这个phi 还有pi他这两个家伙都要满足正责对于关系 你必须要凑出一组的operator 它满足正责对于关系 那我们回忆我们这个 在pi golden equation里面 pi golden equation是由以下这个式子来的 这是你的能量的关系 那如果你满足这个能量的关系以后 我们通常会加上一个ansure的可以够 那现在呢 如果你满足这个能量的关系的话 那你的二次量子画的 你对不对 说错了 你那个g golden equation 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那注意到这个完全是一个古典的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了关卷的形式 那拉关卷的形式就是二分之一 你注意到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无限产的一个古典的 非相对论情形的一个string的 拉关卷得到的equation of motion 那你稍微猜一下 你就可以猜出 它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代表phi x phi x他对时间的 phi xd他对时间的那个导数 那我们把它剪写为这个东西 白T 然后呢 你把它平方 然后剪掉谁呢 剪掉这个 那它应该是二分之一 那如果你是三维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成gradient 跟gradient自己的内积 有些会写成这样 那 或者你可以写成这个和它的共二的成绩 再来这个东西 它前面也要有二分之一 那它现在是未能 所以它是负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从kai golden equation去 去找到一个找到它的老关卷 因为我们希望说呢 它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这个老关卷 就是你算你现在还没有量子化 你量子化之后的版本 也要在某种程度上面会退化成kai golden equation 所造成的结果 kai golden equation 它本身是一个相对论性的 可是它不一定要用相对论性的方法去理解 就是它可以看作古典 那个非相对论性的方法去理解 虽然它有劳论性的 invariance 那 现在呢 如果你 把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 去做 去做那个 那个 Ledron transformation Ledron transformation 那你就可以得到 哈密顿的密度 那它就会等于 2分之1π平方 然后再加上 这两个都会变夹 再加上这个平方 然后再加上2分之1 m平方 那注意到我们现在还没做到这个量子化 所以你这个hematonian density 完全是古典 古典的情形 那现在我们把它量子化 那π变成π hat 然后phi就变成phi hat 那这个东西应该被视为是 phi x加dx 就是跟它临近的那个 那个phi 去相见的那个 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古典上面是看成是 任两个粒子之间的位能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呢 是来自于外产 那这个时候外产 它的位能是 这个很奇妙的抛物线形式 那你可以继续 考虑一些更奇怪的位能 这个叫做phi n theory 也就是说 你可以再加上 那通常我们会加一个因子 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加了这东西 事情有点更加负担 那你注意到 在古典的古典的情形 只考虑这个hematonian的话 它将不会是一个 Linear的 Linear的 就是你的equation目悬 将不会是Linear的 所以说你如果 想要以 例子上那种naive的 把phi变成phi的一个的方式 把 把它的古典解 写成 写成像这样的 算术的形式 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它本身古典解 就不构成一个线性空间 所以说刚好 你这个hematonian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一串的hematonian 它刚好 它的equation目悬是线性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类比 类比到 类比到 那个 量子的情形 但是如果它不是线性的话 那就没有这种简单的类比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 做正直量子化 以及二次量子化 有趣的就是一个 非线性的东西的话 它要量子化之后 它在量子力学里面 或者量子残温里面 它 always是linear 那如果你希望说 它在大量子树的时候 它会退化为古典的情形 这件事其实是告诉我们 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是一个linear系统 可以去 在某种程度上去 去进一个 纳linear的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为 就是量子的 量子系统 我们要怎么去进古典的系统 那我们得到hematonium之后 我们把这个 这个hematonium的denser体积 沿着体积积分起来 就可以得到hematonium 那现在你整个focus space里面的 那个 的时间演化呢 都有 都有那个hematonium来决定 就是一样 小定格equation 可以使用 它是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 两个都作用在fi身上 那你这样子的话 把-h除下去 然后再乘以t的话 这个东西 是对于任何 多粒子态的时间以化 那在这个时候 并不保证 它的粒子数是守恒的 只是保证 它在整个focus space里面 它的时间以化 那是我们通常觉得说 或者说在这个action 在这个功率化的定义 是什么 我们看不出它的粒子 会不会守恒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algam 我们可以跟它说 它粒子会不会守恒 那如果呢 你加入 通常你要加入其他的粒子 跟它做 它才可能造成粒子产生 它消灭的事情 不然那个粒子就一直满足某一种 譬如说 Delog equation 或者Clycoding equation 它自由的在空间中移动 如果你没有任何其他的粒子 就要跟它移动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它应该也会有某种程度上 就是粒子数的守恒 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 单由这个 单由这个metodic的形式 能看出来这件事情 因为你现在是作用在整个focus space身上 好 好 那 虽然你那个 只考虑直接把fine 变成fine的一个情形 仍然是蛮有启发性的 但是最好不要这么想 有时候你在快速写出 你翻程式的时候 还算蛮有启发性的 好 然后 我们 在这边就有那个 正折 正折 equal time的正折的规律关系 这个x和y 这是Davidthom的符号 它x和y就是空间中的位置 它只有在时间一样的时候才行 那 其他书会有不一样的convention 那它convention的差别主要是来自于 这后面会是 会差一个阐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你的 这本 这本是 Greener Greener它用的符号是 它用的符号是 首先你equal time的正折对方写 这边描写h8是自然的单位置 这边有 理论上会有h8 那 也许这边用四字五 也可以写得更详细一点 因为说你在做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 你是把它分成大N等分 你把那个区间分成大N等分 那现在我们把L分之 L就是你宇宙的大小 然后就是你那个Delta x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你现在你每一个例子的动量就是Pi乘以Delta x 然后你跟Phi去做 那根据你的正折量子化的功力呢 它应该要变成-rh8 那如果我们用自然单位置就变成这个 那这个东西呢 它会变成- 就变成- 然后你现在Phi 它P号是在后面 那P号就是X' 然后没有P号就是X 它是两个不同的位置 那你注意到你现在是把它切成N等分 所以每一个位置Xn 可以把它写成这一个N分之L 然后再乘以N 就是第二个位置 那现在呢它就可以变成N 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会成立 那我们要怎么确保说这个东西 那个Pi本身它会是有Delta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两边去对任何一个函数去做 先乘以某一个任何一个函数 譬如说我们要称Fx好了 那这样好了 那就这样好了 你就对某任何一个函数去积分 那同理这个也对任何一个函数去积分 好那你现在呢 积分它其实就是sumvention的一个极限 所以你两边都用sumvention 然后sumover的所有的DeltaX 第二个的DeltaX 那你注意到呢 现在呢你sumover的是有撇号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边加撇号 好那现在呢 如果你把左边去弄开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弄出来 那这个东西它要去据静语期限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和这个你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你就留着 那这边这两个都operated 然后乘以DX' 这左边你还不知道是什么 右边呢 右边就很简单 你就注意到你这个只有N点N'的时候 它会留着 所以呢它现在就只剩下Fxn'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你在那一个点的位置 那刚好就满足DeltaData函数的定义 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它这个东西就其实就是I 就是 就是看你要办法用自然当位置 因为你Delta函数是O函数 所以你这个奶在前面其实没有差别 那你现在呢有Equotide Commutation Relation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导出Hamiltonian 要满足的式子 那你现在Hamiltonian 确实可以写成这样 可是呢 你还不确定说你的 你的Pi要写成怎么样 你的Pi还有Pi要写成怎么样 那实际上你可以考虑 Hisenberg的Pitch 那这个式子在Hisenberg的Pitch 必须要满足 所以你可以先找出它应该满足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那个 什么样的那个 那个维分方程式 然后再去看它呢 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把那个 帮它把它写成什么样的形式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定义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Devitton 他怎么写 Devitton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 他每一个那个convention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先讲一下 等一下讲好了 就是你的convention 你其实有几个自由度可以选择 再用这本 你其实有几个自由度可以选择 也就是说 当你其中一个自由度就是你的Fair 要怎么样去皈依化 那你这样是scatteringStat 你就不一定能够皈依化实力 所以或者说你的皈依化产数是含有 delta0的这个东西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自由度 然后再者呢 你的secondquantization的定义要怎么去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边有三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是 这个是在通产的多题里面用的 convention 可是我们现在在scatteringStat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其他的convention 那他convention是这个 那注意到这个2-6-9是第一个式子 然后2-70是告诉你说 那这个AP还有作用在身上会变成什么 那现在你一旦定义了2-70的话 那2-69就必须被视为是一个导出结果 就是你这两个之中 你可以选一个当做你的你的那个阐数 然后呢2-71是你根据你的你的Stat 它是怎么样皈依化 所以它也是你可以得到自由的就是 就是说错了2-72 那个真空态是长度是1 那其实真空态你也可以不要过于化 真空态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通常你那个散射态是有 因为真空态只有一个基底而已 所以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现在是在动量用动量去展开所有的基底 所以它不仅有无限多个基底还是不可数的基底 那不可数的基底 那一定会出现有Data函数的形式 那现在你2-72里面前面那个阐数呢 你一旦决定了前面的市值 也就是AAP还有AP 也就是2-70你决定 并且呢P和K P和K就是你的皈依化要怎么做 你的皈依化要怎么做 那你一旦把2-70带进去2-72里面 那就得到P和K之间会找到这个 那这个时候2-72就必须被视为是一个导出的东西 所以说呢你在这样的convention里面 你的identity就不一定会写成像你非相对性的形象 是这样的形象 它是根据你的P的规义化 所以你现在如果你的P本身的规义化呢 还有2Om3 2π3次方的形象 就把它除掉 除掉之后就跑到楼下 它就变成identity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完全是convention的问题 所以你这边有至少 你现在在这边有两种不同的自由参数 两种不同的自由参数的形象 你分别是2-72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参数 那以及你那个APR是什么 那以这一本的convention来说呢 我把它写一下 那它作用在灯控态程上 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2Om1 那这个东西 我们姑且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是告诉你那个AP或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立刻去得到AP 和A K好了 这两个之间的交换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会调出N'P'P 再乘以更好A 加A 但是你现在你在成分 你在高能里面 基本上不会 那个例子数目不重要 因为你都是从真空态出发 去看两个例子 成状的形象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这个东西 在这个交换之下留下来 所以最后就只剩下这个N'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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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2-70决定的话2-72就立刻决定 再来呢你那个2-69要怎么决定 2-69呢你就把它夹到任何一个Ti上面 那你注意到它作用在真空Ti上面是变这个 我想一下 然后你想要知道说那个 所以说你那个它本身是从真空Ti出发到变回来的时候 它本身是你这可以直接导就是你先把2-70写出来 它就变成这个然后你把它弄上去 它作用在0你身上的话 它应该还是0然后它会跑出这个下面有2没有分析的形式 嗯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你2-70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那你现在2-70决定了之后它会写成什么样的形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写成AP的一个装在真空Ti身上 然后呢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这个东西2ω1分之1 然后这个P本身它是没有规议化 那它规议化产数是什么呢 它规议化产数是Δ0三次方 然后开坑号 就是这个东西带0的时候开坑号 然后下面还有别的东西就是二拍三次方还有2ω1 所以你还要再除以二拍三次方 我现在呢因为你在产论里面那个那个二拍二拍这个东西 它其实持续不断的出现了 所以你如果每个都写的话可能手会断掉 所以现在如果我写一个没有东西的括号 那它通常就是二拍 所以这个二拍三次方 然后呢 这边有二有没有一个 这个是你的那个真空Ti的规议化产数 对不对 这个是你那个那个 这个东西的规议化产数 所以你把它除掉之后才会是 才会是长度唯一的那个家伙 把它除掉 这个东西 把它除掉之后才会是 长度唯一的这个家伙 然后呢你注意到 这个家伙是长度唯一 然后你跟它跟另外一个长度 你把它跟另外一个包起来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去包起来 那 那你就可以 就是总之你就是二至69 你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打 但是二至69是来自于你在真空Ti上面 是怎么运作啊 或者 你可以用其他的Ti去弄 就是 就是你 你必须要决定其他两个Convention 就可以得到二至29 反过来说 你可以在这边就用其他的 就不用这个Convention 那有些 有些有些 有些书就 这个2PiOmega 残脂肪就 就没有 那 这个是 可以导出来的 那如果你决定了这个Convention之后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得到那个 你就可以尝试去定义那个 你的产算符 那我们现在产算符就定义为 我的鞋在上面 那个东西 找一下 这个 你现在产算符呢 就可以定义为 这个鬼东西 但是你不确定说 你的NP要写成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说 哎 我们到时候那个NP跟ApingTaker 要要满足 什么样的形式 那如果说我们要Arg 说他是怎么样的形式的话呢 那我们就只能从 振折对于关系去 去Arg 这件事情 那也许我觉得用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 那这个的话呢 你还不确定说你的NP要用什么 那你只知道说你的交换关系是 那这一本他是 他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他的自由度写成这个样子 首先你的FieldOperator 写成这个形式 然后呢你的Pi 其实就是FieldOperator 或者你可以单纯把这个当中定义 就是它其实就是 FileHead对时间的导致 那你现在把它对时间做微分的话 它就变成4-16的形式 4-16的形式 那4-16呢 4-15跟4-16你可以当做定义 虽然在历史上考虑正责量子 考虑正责量子 并且把它跟古典的解去Symbolic的写成 写成这样的形式会很有启发性 就是给我们一个Convention上面的动机 但是其实这个Convention 这个NP其实是可以认一个的 那它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4-17A 它是怎么样的 4-17A前面要加什么样的数字 那所以说你可以呢 你的Con 有人有问题吗 也就是说呢 你4-17A呢 你是写成这样吗 那通常 通常它一定会有Data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一个 可是你还需要一个跟P有关的阐数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一个自由阐数 接着NP是你的第二个自由阐数 那你现在呢 譬如说你想要解除 那个 它的政策公益关系 那就把I跟P去弄 那你最后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震埃嘛 会得到震埃 那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去得到 它会是震埃的情形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弄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 嗯 不能说特别好算 但是相对于某些 相对于很没通点 它蛮好算的 你怎么跑掉 往上一点 找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指 首先呢 你把这两个东西 那注意到这边X和X'是不同的数字 不同的Dummy variable 那说错了 不同的那个位置 但是是固定的 但然后呢 你把它写成那个 用动量波环数去把它展开 其实你不一定要用动量波环数把它展开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定义 可是我们先不谈论 其实你可以用 用角动量波环数去展开 那你现在呢 你把它用动量波环数去做展开 那现在这边写成NP或者 或者四动量都行 因为你那个N是唯一的被P所决定 那你上面这个东西会写成 你上面这个东西会写成PX-Omega T 那那个Omega呢 是满足 就是Omega会满足那个能量 就是Omega其实就是能量 所以 因为你现在是自然单位置 所以根本就没差 因为Omega是能量 它要满足PX-Omega 这是在相对论情形的射商关系 那其实在非相对论情的 scalering status 你也可以写出类似的事 那可是这个时候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射商关系 这个东西就不一定是是同一个 不一定是现在我们写的形式 那无论如何呢 你都可以用一定组基底把它展开 那把它展开之后呢 它可以写成4-15-16的情形 接着你把它做正 放到括号里面 放到括号里面呢 它就变成这个东西 这一串有四个东西 那你注意到有些东西会不见 总共有四个东西 那这四个东西呢 分别有这个家伙会不见 然后这个家伙也会不见 因为这两个都是DAC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查的是BOSER 就是存量BOSER值的情形 所以他们在交换值下面会死掉 所以前两个都会死掉 那现在就剩下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就是 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二个 以及第三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 4-19就两个 那现在 现在呢 现在你那个两个N 这个N虽然是唯一的由P来决定 可是你目前还是有两个变数 所以会有两个不同的N 那接着呢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Phi是什么 Phi是对它尾分 所以说 你假装我们把那个 exponential 它的exponential IPX 然后 exponential-i omega t 这个东西 你把它 你那个Phi 其实可以写成这个东西 几分 然后再加CC 那如果呢 你的Phi 其实Phi的话呢 就是对它尾分 所以你会先掉这个东西下来 所以它会掉出这个 然后呢 接着它会 因为它有 它有这个 因为你那个CC 那个地方 它会是正的 所以这边会变成这个-CC 然后这个 这一串就丢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Phi的形式 那你现在丢起来之后呢 你 你会希望你那个 正责对于关系出来的家伙 会把那个 Omega的影响干掉 这样子 到时候才可以 那种比较好 那 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 那个N要是什么 但是我们 因为它这边的 它这边的那个 DELTA前面的阐数 就是 就是0 所以 所以它就不会再写一个 可是有些数 不会是0 有些数不会是0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掉出来 那这样子掉出来的话呢 那前面那个N毛P 就会 就会乘在一起 接着是NP 然后NP' 就是 因为你大时候会出现 A dagger和A 这个东西会出现DELTA函数 所以 你一旦出现了DELTA函数呢 那么 那么你就 你就只要选P或是P' 其中一个写下它的N DELTA P就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留着 接着你要对这个 整个DELTA函数 去做 去做积分 就是 你现在会有 只会有两个项会留下来 那你现在就 把其中一个P干掉 那看你要干掉哪一个 那就干掉P' 一干掉P' 的话呢 你就把P'全部用P带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这边就变成NP 那我们注意到 因为 它这本没有把那个NTA来写出来 所以说 NP平方会留着 接着 那实际上这边会有个NTA 然后接下来留着这个 那你注意到呢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差 就是 你 X和X'都是一开始给你的参数 接着呢 你把它 把它做一下 做一下 你把那个 X和X'做 做那个 合在一起 然后你把P跟P'写成同一个变量 那它就可以整理成4至19 最下面的形式 那注意到这个地方仅仅是 所以 因为你的P是 是over所有可能的 moment 所以你把P变成-P 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会变成两倍的这个东西 两倍的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 你 就是说你这边前面会有一串东西 那实际上它没有写出来 但是 你在考虑更最后的情形是NP平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当你P和P'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这样 这样子 然后接着还有OmegaP 你通常会掉-iOmegaT 跑出来 那你一旦掉出 我这边也许讲得太快 你这个 你这边 这边第一个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会跑出什么 这个根据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交换关系 你会跑出NT的 然后 因为你那个加在后面 所以你会跑出正号 然后同理呢 你这边加在前面 所以跑出负号 所以两个都是负号 我看一下 他看得清楚吗 就是 你只有中间这两项会留下来 然后呢 你这个 iOmega 会会掉出来 这是一开始掉出来的 然后你这边 会掉出 含有NT的达成 NT的形式 那因为你这边有-iOmega 然后理论上 我刚才说两个应该都是 两个都是掉出负号 因为这边是负号 然后这边也会是负号 这两个负号 就把那个-iOmega的负弄掉 所以就变成iOmega 所以就这两个 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边其实可以把它弄成 两倍的 两倍的i 这个东西去积分 然后积分后面的 isPotential ip 然后x-xy 然后沿着整个动量去积分 好 那现在你就真正需要的 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东西 它会是1 那这样子就可以写成 Delta函数的形式 就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说 这个东西它会是i 然后乘以Delta函数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它的np 它的self-consistent条件 就是这一串等于1 就是2乘以Nt2 那它现在刚好你的Nt2达1 所以它就满足2np平方 OmegaP会等于1的这个形式 然后你把2Omega 然后这边 然后你要弄成Delta函数 所以你要补2π3次 所以你这边要先补2π3次 因为你的Delta函数是2π分之 以Potential的积分的形式 所以你这边有三个 所以要用2π3次放进去 那你现在是补相 所以你整个也要除掉 所以你现在先补相 然后再把这边除2π3次 除2π3次 那你就会 诶我这样讲的不错 嗯 对你这边是Delta函数 然后你除以2π3次 再乘2π3次 那这样子就会是Delta函数的形式 所以你那个np本身要含有一个 可以把那个 对所以你这边先除2π3次 然后这边要乘2π3次 所以2π3次放进去 那你现在把那个n tier 定为1 然后我要红色换起来的地方 就是现在我如果你把 那个n tier 定为1的话 那它它会怎么样 它会是 它就会码住这个式 那你的renormalization custom 就可以写成 不是renormalization custom 就可以写成 是Delta函数的形式 那你注意到 如果n tier不等于1的时候 那它就只好写成 像这样先除2mega 然后2π3次放 然后n tier还要出下来 所以说在其他书 譬如Sword Sword 它就用的比较奇怪的convention 那你的5 tier 就会写成 像这样的形式 那因为它的那个n tier 是写成2π3次放 所以刚好就把2π3次放 那个 就出现两个 跟2π3次放有关的东西 我这样讲 这个是n tier 就等于2π3次放 所以 它一样满足这一系列的 safeconcision 所以我这边再乘一个n tier 所以你这样 就可以写出 一样你就可以写出 它那个fearoper的形式 那所以说你发现不同的soupier oper的convention都不一样 这是来自于说 你的 你的那个 a dagger 跟a 它的convention 不一样的 的样子 可是你这样子 是不会影响到它任何物理上的结果 那你最后呢 你写出的hematonia 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记忆 不同的 不同的惯例的creation 跟anulation 在 在定义 但是 但是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 是同一个operator 在 linear edgebar的 的意思上面 是同一个 同一个operator 那你都要满足这个 这个条件 就是 这还要有一个np 就是 应该说 np要等于 一个轨动性 然后 全部都要开根号 因为你np本身有根号 所以这边有根号 这边有根号 这边有根号 那 那 他这边 他的那个定义里面 本来就二拍三次方 所以他会有 开根号之后 会有二拍三次方的根号 那这边也会有根号 那所以说他到时候 这个整个会有二拍分之一 所以二拍分之一 就躲到他的 他的那个 二拍 二拍三次方的分之一 就躲到他的 Fear Operator的定义里面 所以 所以这很麻烦 就是 你甚至每一本书 都会有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 明白 他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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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他本质都是同一个operator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 什么困惑 你可以用那个 因为你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 creation跟annulation的惯例 就是脚装有一个 作用在这个身上 跑出n'e 然后 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定义 用n'e2 的话 他可以看作在 在 他的 就是 他 他如果写成无限大的曲震的话 他可以写成 写成 那个 对真空态作用 就写成这一行 然后对 对这个作用可以写成这一行 一直在做 那你可以把那个 每一行都乘以 先除以N1T2再乘以N2T2 那他们就可以互相转换 但是你从头到尾就要用同样的convention 就可以得到通融一致的结果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任何可观测的东西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样子这个东西的convention也有什么 好像物理学家没有一致的开发 那无论如何呢 你最后得到的VIAOperate以及你的Momentum的Operate 都必须要满足这则对应关系 然后呢如果你决定了一个convention之后 就可以用你的SafeConseesant条件 去得到你的NP 就是你在VIAOperate里面的那个阐述要写成这样子 那一旦你写成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那个叫什么 叫写成那个那个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把那个Hemitorium也写成那个VIAOperate的形式 但是你要展开的话呢就有点麻烦 就有点麻烦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我们要弄大一点 就是你这个东西呢 你写成你的Hemitorium的形式 你就要把它印报把它爆开 如果你从定义的方式出发去印报把它去把H 把那个A dagger跟A当作是定义的话 那你的Hemitorium的形式 用A和A dagger来表示 就必须被当成一个导出结果 但是呢我们之前 如果你用Symbolic的 就是历史上的这样的话 的形式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跟我们在多体里面的那个设置是非常相似的 应该说它只有前面了 但是因为你的VIAOperate的定义 跟多体有点不太一样 你多体里面的VIAOperate 它通常只会有前面 就是只会有Dagger 或是只会有A 那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在ScatteringStat就不会用到 有时候它会有 有时候人们会把这个 首先你VIAOperate会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UP就是你的动量 然后EFIO 然后AP的一个 那现在呢你这个写成这样的形式 那你再加CC嘛 可是呢你可以只考虑前面或者只考虑后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那它符号应该是 应该是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它的convention应该是 是看这个家伙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写成Fizen 我有点不太记得 因为这个地方完全是随意给定的 那现在你把这个群名叫Fizen 它的CCC就叫Five 那其实我们在多体里面 只要常用的是Fizen或者Five 的其中一个 但是你也可以在多体里面定义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把它弄 你把它的Fizen和Five 加强 那现在你Fizen跟Five 就是跟你在多体一样 多体虽然你可以定义一个跟时间无关的那个 跟时间无关的那个Five 在IT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定义一个跟时间有关的Five 的operator 这个完全参考 那参考那个Five 在产论里面的那个 在高能里面的convention 但是形式上是一样 可是各种各种那个 参数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其实并不代表说你在非劳伦之的 就是你在不考虑相对论性的形式 你就不可以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 那积分的形式是标志的 它是它是上色态 而不是标志的 它是一个非相对的 标志的 它是一个相对论性的长度 可是呢 在零态里面 我们经常有不满足 no-rease invariant的 的那个打光卷的存在 Hemitonian本来就不一定会是 那个Lorensic invariant 因为Hemitonian它本身对应到的是能量 能量只不过是试动量的一个分量 它本来就有可能不是Lorensic invariant 但是打光卷它一定要Lorensic invariant 在高能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有 我们在 我们其实在分类 那个左右可能的例子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是 它的Lorensic invariant 但是这个东西在零态里面就不一定可以 所以很多在高能 如果你是考虑准例子的话 它可以不要有Lorensic invariant 它Lorensic invariant 也可以不要有Lorensic invariant 甚至有些model 它可以不满足分明统计或者 也就是所谓的任意子的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任意子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零态 好那现在呢 你那个 你决定好了 你的FlyOperate的形式呢 你现在要导出Hemitonian的形式 那如果你想要导出Hemitonian的形式 那你就必须把这个东西去应报 好那现在因为有太多线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课本 就是多小一点 就是你现在要把Hemitonian的形式写出来 好像跑掉 好在这里 好这样刚好 就是 好你现在这个Hemitonian可以写成这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你分别用 动量Operate以及位置的 以及FlyOperate这两个加户去展开的话 你会得到六个东西 与其说是六个东西 或者说三大图的东西 第一图是这个 是来自于Phi平方 第二图是来自于Phi的 FlyOperate的gradient的平方 第三图东西是来自于它的位能正平方 那如果呢 你那个H是 譬如说Phi是理论 它可能会更加复杂一点 那这个时候要推倒 就相当的麻烦了 好 那现在我们有三个东西吗 然后这三个东西呢 诶 诶 我们注意到 我们就看一下 诶 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做 因为你现在有三个东西 然后你现在把它写在一起的话 诶 这个UP是什么 UP就是我们上次 上次那个 上次 我们就是位置的那个地方 那它它事先已经把它做 做了那个Normalization Constant 但是因为它这边写的 写的 它这边那个 有点太挤了 所以 所以我觉得不太好讲 所以我们 我们用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用另外一个 我们用David Tone的那个 David Tone的那个符号 可是 可是因为David Tone 我们用它的那个符号 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要习惯一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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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把它展开的话呢 会 每一下都会有两个积分 那你如果呢 你把两个积分合在一起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 它就变成那个 那个 Delta函数的形式 Delta函数的形式 那你要经过一方化检 你才会得到 得到那个 Hermitonium的形式 那 变成Hermitonium的形式 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之前 直接用Harmonic Chain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们能把 现在呢 把这个 把这个打开 好 这个 这个因为实在是很难算 所以 我只能用直的给你看 现在呢 现在你现在拍平方会变成什么 你现在拍平方会变成 第一串这个东西 第一串这个东西 然后你现在这个AP 还有AQ这个 你注意到 这有三大图东西 第一图 第二图 第三图 那第一图会有四个东西 第二图也会有四个东西 第三图也会有四个东西 那你现在呢 要把它做化解 做化解 那它的convention比较奇怪 它convention是 那个你的pi是有二分之 跟Hermitonium 那你们就现在就不要注意到 看那个convention是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 它关键想法就好了 因为每一本说convention 都会有略微的不同 那如果你们懂 怎么在不同的convention 做转换的话 那这个convention 其实不是很重要 那现在呢 你那个fi fi会写成什么 pi会写成 二分之Omega 我乘以这一串 然后呢 这个会写成什么 会写成2mega在下面 然后这一串 好 你现在把它记起来 还有三个东西 那你呢 首先呢 你先把这一个 跟这一个 去做推导 这一个 跟这一个 那 我们一样呢 你看 这两个是都是 都是有那个 都是没有 我们先 我们先不影响 影响的算 有两个 这个的 有两个没有这个的 然后同理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那首先呢 第一个会写成什么呢 第一个呢 你先 你最后只会剩下 跟一个pe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 要把pe还有pe都干掉 所以说我们先一次干一个 那譬如说你先把pe干掉 那这个东西 少了 这个东西跟下面这个 三个2π去去掉 它就会变成 你delta函数 那你就可以把这两个都弄成 同一个omega的形式 好 那你现在干掉之后 它只会剩下三个 这只会剩下三个 然后dp就消失了 那 你说错了 dx就消失了 dx就消失了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把p跟q 你这边是那个omega函数嘛 所以它是 看你要干掉x的话 它就会变成delta 这个东西就会跑出delta p 这样吧 因为你其他都跟x没有关系 所以你这样跑出来 然后就跑出delta p 然后你先干掉x 然后你对delta p去做 对 他这边他这边很 对对他这边 他这边这个ips是指示动量 这个是他的那个convention是指示动量 所以如果你这边是指示动量的话 里面还有一个1的负iomega t 会跑出来 会跑出来 然后你那个是pi pi本身就有负iomega t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符号是怎么样 你就是发一次这个东西 发一次这个东西 因为他在定义的时候 这边已经有omega 所以你那个 你掉出来之后 omega会跑到上面 就是你对他做一次微分之后 你omega要跑到上面 接着你就可以把它去做那个 去做那个化解 那这个时候的化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你就把这一项 跟这一项合在一起 那这一项和这一项 你会有p跟q吗 你会有p跟q 那 对不对 你要先把exponential 有两个 这边有一个exponential 还有这边有一个exponential 它都有x 所以你会出现delta p加q 所以说这边会是delta p加q 就是这一项跟这一项合在一起 然后再对着x去做积分 那它会出现delta p加q 那你会把这个二拍弄掉 变成只有三个的情形 那现在你这边p加q 那现在你就可以把 比如说把q干掉 或者把p干掉 既然你p要留着的话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跟 你目前只会 应该说你跟x弄一起 你把x干掉之后 就会跑出delta p加q 那接着你再对q去做一次积分 那它就会把q干掉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p 把后面这个q改成-p 所以它就变成这两项 那这两项呢 前面这个东西会是什么 它会是一个omega 一个omega 你把它除掉一个omega 再补上一个omega 它就变成这一项 这一项 那同理呢 你可以再做这一项跟这一项 那这一项和这一项呢 这一项跟这一项 那这一项的话 你用看了 你就可以看出 这边有一个负i 这边有一个i 这边也有一个i 所以它应该是负pq 那可是q到时候要变成负p 所以它就变成正p平方 所以正p平方变成这个 好 那第三项呢 第三项是 第三项是这个嘛 那这个东西 它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不用补什么东西出来 那你只要把这个m平方丢进去就好了 所以你就可以到第一个这个 再第二个这个 那你注意到现在omega是什么 omega本身是p的 p的函数它也满足那个omega平方 会等于p平方加m平方的这个试取 所以它这个东西会自动是零 所以我们就只剩下这个东西 只剩下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又可以再化解 因为这个东西omega p 这个东西就等于p平方加m平方 所以它就变成两倍的p平方加m平方 所以这个 那跟这个四分之一 如果化解 那就变成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omega分支点点点 那最后它的形式就是 形式就是这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omega 然后这边有两个omega 那你这样弄起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omega本身就等于p平方加m平方 所以这个可以写成二omega 但这个二消掉 那你就可以写成这个东西 那你根据你的那个ap和ap的交换关系 在这一本的convention是用 是用那个交换之后会多出一个 多出一个二拍三次的 所以它是用哪一个呢 它是留住这个 接着你把这个交换 那交换之后这个会多 那个那个 在前面的家伙会 会那个会多出一个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就是 你那个apap的一个 然后这边ap这一个ap 这两个相加嘛 那右边这个那种家伙 不留着 然后左边这个家伙交换的话 它就变成ap这一个 然后因为这个减这个会是 那个delta凡数 所以你把它再加上二拍三次 它的convention是二拍三次 delta三零 好那这个东西 就跟这个东西合在一起 所以就把二分之一干掉 可是这个东西的二分之一还留着 所以呢你最后就可以得到 二字二十二的最后面这个形式 那前面这个东西我们先不管 它是根据你那个你那个 现在你的stat是在 假如你是有动量的stat的话 这个东西作用上去才会跑出能量 你现在如果是真空太好的话 这上去就没有 因为这是这其实是number rate 那所以你只会出现这个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delta三零 这个非常糟糕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沿着所有的动量 去做积分 然后你又跑出delta三零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你即使是注重在真空太子上面 能量会跑出一个delta的积分 那就糟糕了 那糟糕了 那你的真空能量会是无限大 那怎么办 它是没有办法 那能量无限大就无限大 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找出 可以预测物理形象的结果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真空能它是无限大 是目前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你hemian的意思就变得很奇怪 因为你实际上这样的产论 它在这个linear的情形 它其实可以等价于 无限多个震荡值的能量 无限多个震荡值能量 一旦你的震荡值变成无限大 而且你考虑它的为能的时候 它就会有无限大能量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即使你对古典的linear strain 它如果是无限长的 有无限长无限多个例子 那你现在无限多个震荡值 在无限长的空间里面去震荡的话 那它也会 它也没有办法避免的 会有你现在在整个全空间里面 每个的一段事情就放一个震荡值 那你把它所有的未能加起来 它也会是无限大 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 那它有一个办法就是 你把每一个的未能 都用不同的基准点群 其实这个已经非常接近 我们在处理Cosimia flows的时候的思想 就是你虽然你那个 你以某一个位置当作未能0 然后把每一个距离未能0的potential 加起来的话或是无限大 可是你可以重新调整你的0点 把每一个地质的0点都变成不一样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它有可能熟练 有可能熟练 不一定总是熟练 不过它每个都是 你看看有些其实会熟练 但是如果它每个能量都一样的话 那是根本不能熟练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谈论的是动能的话 动能的话每个质量又是无限小 所以还是有收链的机会 但是我们不保证它会收链 那所以说你藉由这样重新定义0点的方式 去处理无限长的String的这个方法 它实际上最后相较于原本无限大R Windows 减掉一个无限大 这个在数学上面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一个粗略的讲法就是 你其实是把一个无限大的能量 减掉一个不会动的无限大 因为你其实是把每一个 把这一段的能量减掉 这一段的能量减掉 只是考虑每个粒子振动的时候所变动的能量 那变动能量有可能是有限的 可是总能量 可是你现在减掉这一串东西它会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在数学上定义是有一定问题的 然后这件事情并不单纯的依赖于 我们之前谈论过的空间的大小 所以可是我们有一些 可以想办法消除它无限的影响 我们仍然可以算出正确的false 就是当你的两个板子非常接近的时候 它里面会有一系列的真空能 那这个真空能呢 这个真空能当你的板子在变大的时候 它会增加一点点 那你会说它明明就无限了 就是无限然后还有无限再增加一点点 这两个之间的差距是有其意义的 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固定的无限给减掉 这件事情是重整化在数学上最奇怪的地方之一 但这个真空能的地方只不过是重整化最粗略的版本 我们其实在很多其他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重整化 比如什么质量重整化维度重整化 这类的质量重整化就是把质量稍微做一点点变动 让它手脸然后再把质量再加一个小参数 然后让它回去然后当小参数去距离 如果一开始就是某个级数里面还有质量 质量你就把质量做一个小小的变动 那你现在变动之后再加起来就可以收敛 然后你现在再把那个小参数去距离 结果发现还是一个收敛的结果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长久以来混和了混和的人们很久 那现在如果你要考虑维度重整化 就是你把维度再加一个小小变化 你说维度只能是整数度 那我们就不管 如果我们可以导出某种形式上的对任何维度而成立的公式 那我们再把那个维度带入小数点 这个更奇怪 然后再让那个小数点趋近我们原本的三加一维数 那这叫维度重整化 所以像Delok就很不喜欢重整化的事情 但是我们后来有Wilson 他对重整化提供一些意见 我们现在对重整化是比较了解的 那如果我要讲重整化 到时候我可能会搭配统计理学里面的 因为统计理学里面的重整化 其实就是量子长温里面的重整化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可是教科书不一定会点名字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就姑且休息十分钟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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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